阿羅哈 全民的朋友是全民的環節了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哲平看了大家的留言之後 我發現了 有一件好事情跟一件壞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壞事情的事情應該是比較大的 就是最近基本上大家 我上一部影片 我問大家就是說現在大家會不會買我們這個罐頭嘛 然後很多人都說 哲平你真的不去課金嗎 你真的不買罐頭嗎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4月8號的話好像 要出初音的合作活動是不是 哇哩咧 我的天啊 我只能說我這邊只有1528罐 而且現在不是哲平要不要課金的問題 現在是因為 哲平之前被賣到的詐騙之後卡還沒辦 然後最近是那個什麼 我最近才知道耶 就是現在好像有廉價對不對 好像是清明節廉價 所以大家基本上 現在什麼銀行啊 郵局啊 都是關店的狀態 所以我連卡都辦不了 阿卡辦不了的話 我就沒辦法課金就沒辦法刷了 所以我只能說 這一次的這個限定優惠組啊 可能要跟他們說GG了 然後最近基本上如果大家沒有騙者評的話 基本上4月8號的話 應該就會來我們這邊的這個初音的合作活動啦 是很期待 但是我也很怕就是哇 出了什麼就是很猛的這個初音 那我就完蛋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已經只有1500冠冠可以抽了 這就是不幸跟那個好消息跟壞消息啊 好消息就是 我們終於又要迎來下一個這個合作活動啦 好嗎 壞消息就是 成名沒辦法課金了 哭了 各位 還是我們現在就是累積更多的這個金券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就是狗一波這個初音啦 好不好 那明天看起來就是會有新東西的喔 所以這邊還可以讓大家就是來打一下 滿開心的 然後我們這邊這個告白環節的話呢 就是只剩下這個22小時了 所以到時候應該就是會換成我們就是那個 換成我們這邊的這個 那叫什麼 換成這個初音的這個活動啊 因為現在這邊錄影片的時候已經是1點51分的這個 凌晨的這個1點51分 4月7號的時候了 所以這邊看到這部影片的話應該就是4月7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的那個什麼 4月8號的環節的話呢 就是會是我們的這個初音環節啦 這邊應該是大家可以就是 期待一下囉 終於又有活動了耶 終於又不用聽哲民幹話啦 那我是不是可以錄那個啊 錄初音這邊的這個環節 然後就是當作日本的屯片啦 哈哈哈 我覺得我要去日本之前那個初音活動應該 會在那段時間就是結束之類的這樣子喔 我現在很可憐耶 我現在連黃金會員都買不起耶 因為我現在只要課金喔 我就是課到我姐的帳號 然後我就準備領罰了好不好 哈哈哈 就要準備領罰啦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問題啦 要完蛋啦 不過其實先跟大家借來領的話好像沒什麼差啦 只是我想說好像應該也不擠啦 我覺得1500罐頭以哲平這 呃 以哲平年初的這個實力的話 我覺得要在初音超有什麼好東西 應該是不會太難的 年初的這個實力 但是如果是這幾天的這個 這幾週這幾個月這幾週的這個狀態來說 那應該 就會滿慘的我只能這樣講 哈哈哈 我只能說就是 慘兮兮的狀態好不好 因為 啥都沒有 而且我們這邊的那個那個什麼 金券出擊機的這個環節 我們已經好久沒有中到就是好東西了啊 對呀已經好久沒中到好東西了 那只能說 那要準備集計的感覺耶 但希望啦好不好 呃 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反正初音還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 呃 因為 放假應該放4天嘛對不對 應該放到4月8或是10月7號就是已經結束了 也就是這個 呃 這個廉價就結束了 那就可以趕快趁這個階段 趕快去銀行走一波 把卡辦回來這樣子喔 我現在其實是滿想要做的 我上次有講過嘛 就是滿想要辦那個信用卡 然後是去日本也可以刷的 所以我還在 還在找尋 就是哪一間店可能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大家就是 呃 有長大之後啊 有需要用到這個信用卡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他好像是會有這個 紅利的這個環節好像是滿爽的啦 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就是 來去這個研究一下 因為有很多東西啊 就是 都打一個資訊差 就是你不知道這些資訊的話呢 你就是 比較難就是去 得到一些就是那個 該怎麼說呢 資訊的這個 欸 交易 就是比如說你在一個地方 你可以買到500塊的東西 但是 你不知道這個事情 然後別人去買了這個500塊的東西 然後 賣給你賣了1000塊 但是你真的覺得這東西好讚好棒 那你就買下去了 他就打一個 這樣的這個資訊差 所以 要賺錢的話差不多就是 要搞這個東西啦 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去 吸收一下這個資訊 所以你看 不單單哲平在玩那個就是 玩手機遊戲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都不做什麼 功課的 我人生我自己也沒在做什麼功課 你知道嗎 我就是每天起床 啊怎麼過就怎麼過 自由自在的 也沒有特別就是 設立什麼太多的這個計畫啦 所以我覺得當初就是 我會做這個 YouTube這個也都是 就是 順順的就這樣直接來了 我也沒有就是那個時候 也沒有就是說 我就是要做這個 YouTube 所以我就要開始努力來 開直播幹嘛 沒有 我就是 那時候 如果大家聽過 哲平的這個 歷史的話應該就會知道就是 我就是那個 我們現在打什麼 我們現在也只能打 真傳經關卡高興 好啦 邊打邊聊天啦 也只能這樣子 反正再過沒多久 再過一天就會有那個初音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就 初音走起 反正那時候就是 我是先去 因為我那時候當射箭嘛 然後我就去 幫我學弟 就是去我學弟 寢視查寢 然後就看他們 欸 怎麼在看一個什麼 看一個影片 然後那個時候好像就是那個 魯蛋的這個大中天嘛 我不知道大家還知道魯蛋是誰 好不好 我們這個餐哥 餐哥在大中天 然後我想說 哇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們就說 這叫做直播 就是你可以玩遊戲給別人看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 大學嘛 就是其實 挺頂銜的說真的 我的大學生活是頂銜的 因為我大一或是 因為我大一大了的時候 就會先把就是修 學分啦 就是 能夠修了就是趕快修完全部 這樣我後面就不會這麼辛苦 我是一個 會容易先苦後樂的人 所以大家會發現就是 我以前的話 基本上都是把影片做完 我才開始出門的 但是現在我已經 我已經變成不是這樣的人了 我現在就是 出去外面玩得爽回來 然後再慢慢做 然後如果真的 沒辦法的話 可能就會想請假 但是 我雖然這幾天啦 像今天的話 因為我 白天有出門嘛 這晚上9點的時候 我們會再聊 就是今天白天去哪裡 然後 昨天我跟大家有聊嘛 就是大家如果昨天有看就是 晚上9點影片 也會知道就是我去台中的這個 動漫展 其實我出門的時候 我會有就是萌生就是哇 不然今天就不要出片了 休息一下 但是 自始至終啦 因為我2017年到現在 除了就是那個 被 紅標以外的這個事情 我都還沒有就是讓自己就是 彎彎真的放假 因為像我出國的時候 我也是有就是那個 錄存片這樣子 就是我都有錄存片 但是我就沒有就是 直接就是要休息這樣子 然後最近 哇 就是都會萌生就說 啊不然就休息一下好了 啊不然就就 就每一次對不對 結果回來 都還是在錄 你看像現在是 凌晨1點56分 我也還在這邊錄影片 你知道嗎 我就會想說 因為我 我不想就是讓自己 我不想讓自己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就是 成立 這個 這個方法成立 那成立之後 我可能就會開始慢慢的 這個 帶度 可能那個 出影片 這個數量 就會慢慢的 在減少 然後可能後面就 消失不見了 因為我 蠻多一些 YT的朋友啊 好像後來都這樣 那真的是沒辦法 因為他們就是 付出太多的心血 然後住了 然後就後來發現就是 那個資訊的這個投入 不成正比 但哲平這邊 基本上我就是 你可能慢慢的會這樣做吧 就是 畢竟我也就是 奴隸他們十幾年了吧 就是也 你在這個 你在這個圈子走跳 都十幾年了 很久了 而且我是完全也是都沒有就是 休息過或幹嘛的 對不對 然後就想說 哇 不然就是偶爾休息一下 要幹嘛的 而且我覺得大家應該也會希望你休息 因為你不 不覺得 現在來說 先看廣告再說 好 好 然後 我忘記我講到什麼了 完蛋了 白痴 每次都這樣 耶 完了 一個廣告之後 我就忘記我講到什麼了 欸 我剛剛講到什麼啊 死定了 忘記了 好 我們這邊顯示輪迴的這個年輪 我這關好像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是那個 紅色蝶人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這個 尋路 那尋路這邊的話可能盡早就要先疊多一點 就是那個能夠打就是那個什麼 能夠打我們就是那個一般性敵人這個東西了 好不好 然後我們就是先看一下 然後待會的話 先來個二號機看 我先來個派派吧 先打一下這些紅色敵人 先把他們捶死或幹嘛之類的 應該會比較好那咪咪咪 但是就是不要太往前了喔 就是盡量要留一點點的那個空間 先給我們這邊繼續就是撐住或幹嘛的 然後加速先關掉 然後這關應該 要先做這個首要的工作是什麼 應該要先把 應該要先把那個天使炮給他換掉 好不好 沒有錯應該要先把天使炮換掉 好 這邊的話先看一下 他能把我們炸爛 他幹嘛把我們炸爛的話 那我們就 OK完美 就是要這樣 那我們就用這樣方法然後慢慢來存錢這樣子喔 好可以 我是真的忘記我剛剛講什麼了 我如果 想起來再說好了 對啊 幹講啥啊 我真的覺得最近大家如果 你是最近剛加入的觀眾 你可能就會覺得 哲平你怎麼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直以來就是跟我很久的觀眾朋友 的話就覺得 不覺得好像有點慢慢的老化的感覺嗎 完蛋了 慢慢的越來越老化 雖然本來就很白癡或幹嘛之類 但你不覺得我哲平也老了耶 好可憐喔 我也是一個老頭子的老大叔了這樣子 對啊 怎麼會這樣啊 就我雖然就是比較少 就是我 就是生活就是比較自在啦 好不好 就是 沒啥 太多想法 所以可能就不會記一些很重要的這個事情 我就過到就是連就是 今天禮拜幾啊 或是怎麼樣 或是有什麼放假 我就不知道 你知道嗎 就是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生活 就是 當你就是做一件事情 然後沒什麼太多壓力的時候 然後你就是 就是一直重複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大概就會變成這樣的一個局面 那 你可能就會覺得很無聊或幹嘛 但是你也可能會覺得 哇 其實 人生就這樣子嘛 就是快快樂樂的 然後 看到大家開開心心 然後自己也開心 這樣就可以 就這樣感覺 也是會有 好不好 然後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這個 腦袋的這個運用程度好像就變比較低一點點了 因為我是一個肉體太記憶的人啦 我相信大家就是看久了都會知道 就是 我都是靠就是直接去靠這個就是肉體 機器去打一些東西 那 智慧戰的這種東西的話 我就真的就是不在行 就是要研究什麼數據或幹嘛的 我真的就是 每一次就是在看大家的留言 我就覺得大家很厲害 像冒戰一些什麼數據啊 然後像那個什麼 玩那個Light Ranger有什麼數據啊 或是要什麼配裝啦 哇 你們真的是 都跟鬼一樣 很會餒 有時候都不知道 到底這東西要怎麼搞 欸白癡喔 我們那個直接掛掉了耶 可以這樣子搞得要 哇靠 欸我們死翹翹死光光餒 那我們這邊是不是也要爆開了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還有我們那個青蛙啊 蛙仔 那看起來有可能要叫那個誰耶 要叫那個黑姐吧 黑姐是比較好一點點 好 先用一個這個可可待地喔 可可待地 如果不會被舔到 然後可以射爛這個 死翼兽跟那個 紅色新有的話呢 那我們就完美了 喔可以射到耶 可以射到 但我超怕他就是直接被那個 被我們呱呱 對 被舔到了 王八蛋 被我們呱呱舔爛 但這樣的話 應該還是可以射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巡路喔 欸被填兩次啦 各位 他快要填到我們的塔啦 要玩啦 要填到了 好GG 射一把弓箭 拜託 派派過去 派派過 過過過過過 再一個二號機 趕快捶爛他 目前來說這個 填一下其實只有射到一點點小傷害 是還行的 只是現在就是希望趕快拜託 在他過來之前先弄死他們 不然我們要沒了 各位 好像還有機會喔 媽 我覺得 哇完了 那些是過不去的了 喔不過死以兽掛了各位 死以兽掛了然後 剩這個巡路了 然後二號機 呃好沒了 欸白癡我要輸掉了耶 那麼難的喔 我的天啊 可能要等那個誰了 欸不行耶 輸掉了耶 Holy 蝎 完蛋啦 沒了 好9點繼續 9點繼續聊